嗨各位小财神 今天大家都还好吗 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 会很简单的跟大家分享 我拿到的最新的大户的周边商品 那这边就像是一个 就是金融加令环的展示会 就是我们大户有什么最新的消息 其实都是在宝格蒙这边 可以最新的 就是接收到相关的讯息 所以也希望大家就是要多多的支持我们 然后随时的锁定我们的频道 这样才能够收到最新的消息 那我们昨天的影片有跟大家介绍到说 大户他这一次有提出一些很棒的赠品 比如说这次的那个碗的部分 在隔天影片昨天上线之后 今天就拿到了这个食品 所以也要马上来跟大家做开箱 那这些赠品当中都开箱一轮之后 我们再来聊聊说你怎样才能够取得 都有一些更明确的一些活动资讯出来了 如果你对这些商品是有兴趣的部分 也不妨听一听 那么我也会很真诚的跟你分享说 这些东西这些行销手法是否真的适合你 你只要确定理解银行背后在做这件事情的意图 其实我觉得都是OK的 好吗 好来第一个我们先来看这个好了 这个是非常可爱的 这叫做什么 乐陶陶 乐陶陶的这个专属赠品 好那他是跟大户联名的 好那他其实就是一个玩哦 因为看到因为这是银行商品 所以他有做这个很可爱的这个 这叫什么 这个是金元宝的这个图 好然后他这边也有写到一些相关的赠品的资讯 你可以看一下 对 然后再过来的话呢 是大户的logo 那他背后是这个样子 好所以这个商品 如果把它打开来的话呢 他会是一个 给你看就知道了 好把他打开来 噔噔 哦 他是有一个这个碗的部分 然后他有一个这个使用说明手册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大户专属的这个碗 有没有看到好就是长这个样子 然后把它稍微移正一点让你看一下 对 这个碗呢 就是 哈哈哈 是不是你用这个碗来吃就感觉自己的人生好像就升级了 好那我也把它就是 拿起来给你看 其实他感觉起来就像是一个我们吃饭会用的普通的碗 但他的特别的地方是其实是里面是有写字的 好 所以你吃饭吃到底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 诶不一样哦 他这边还有一个这个很特别的 有没有他这边也是有写上大户的这个字 对 还蛮特别的 好 那这个碗的部分呢 我看一下他这边有写什么 文创商品客制化合作提案 他是在英哥那边的 好 所以乐陶陶其实应该是英哥那边的东西 好 请物以铁刷刷 然后可以使用微波乳跟洗碗机 好 所以这是MIT是支持台湾的这个创意的 产业 所以才有的这个合作的商品 所以也是非常的不错 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上 猫 乐陶陶粉丝专页去查询相关的东西 好 所以这个东西呢 的确是需要花他们一点钱 去联名跟提案最后这个东西才出来了 所以他的确是非常的有价值 那这个东西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到 因为怎么讲 哎不小心这个弄到作者 基本上呢就是你必须要是他们的房贷客户才有可能拿到这个专属赠品 那这个专属赠品 除了这个之外你还有另外一个东西配套 也就是我们这边 一大跌这个所谓的大户的限量提袋 这个限量提袋在后面这样子一整排排站就是非常的厉害 那之前一直都没有机会来跟大家简单的就是做一个开箱 都只有就是在直播的时候给大家看过 但是你会发现说其实这个正式的成品来了 这个正式的成品呢 全台湾的数量真的很少 那目前只有在我们卡板帮宝可梦这边有数量稀少的5个要送大家 那当然中间有少数几个是要给我们KOL的 所以我们卡板帮的每一位KOL都可以拿一组 除此之外呢就没有了 所以他真的没有送很多东西 所以我们这个部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限量 那你如果有看过之前直播你会发现 他背后的这个提袋的部分他其实是有这个稍微做过一些修正 这是最后的版本 那这个版本的话他的提袋的颜色其实我猜开给大家看好了 他其实是深蓝色 但是他其实之前的这个提袋的设计啊 他其实不是 他是一个比较像是那个咖啡色的设计 但他现在就是变成跟我的衣服的这个颜色很像哦 有没有 你看到 所以他这个东西呢 就是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但是我其实是比较喜欢之前的版本 但没有关系 这个东西这样子还是很棒哦 那这已经是一个唯一的确定的版本了 包括他们大户的这个logo 其实也是秀的非常的亮哦 因为之前他们因为这个车缝的关系 他们觉得这个logo非常的暗 我个人是觉得都很好看了 但是他们其实也大户团队是非常对这个是非常吹毛求疵跟要求的 所以这个东西呢其实他们也是经过好几次来来回回 然后才确定的版本 包括这边也你看了广富号的这个专属的这个车缝的东西都有 那你打开来看的话呢 他里面也是一样哦 那我开给你看 好 这个 这是亚麻编织的吧 就是这个布是非常的厚实哦 然后你这边有个小提袋可以装钱 或者是你的证件的部分 那在这里的话呢 你还有一个他们自己的这个小的 这叫什么 他们的logo的这个贴布在这边哦 所以这个东西呢非常的厚实哦 我觉得也是非常的不错哦 对这个东西呢 数量非常的稀少 如果你成为大户的房贷客户 那么你这两个商品都可以带回去哦 就是一个大户的碗 跟一个这个限量专属的提袋 那这个提袋的确在市面上是买不到的 也是只有大户团队他们自己才有的哦 所以这个也是大家要特别去注意的一部分哦 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限量 你会觉得这些商品有一个特色 这个特色就是他几乎不太像是一般民众可以拿到的东西 为什么大户要创造这样子的商品 因为他们的确是把它当作是一个给贵宾理财 或者是对银行有贡献的贵宾客户要送给他们的正品哦 所以这些东西的确不是大家一般在路上是可以拿到或买到的东西 那他们愿意跟我们这些KL合作 我也是觉得非常开心 因为让我至少透过我的管道能够让更多人知道这些商品 大家也不要觉得说 好康全部都你在哪 其实没有哦 我们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在经营平台跟把这些东西持续不断的分享给大家 好那他们当然是钱要花在稻谷上就会把一些比较关键的资讯给某些Keyman 好让他来做推广这样子成效当然是最好 比如说像这次星雨航空他们不是有这个那叫什么 中秋节他们有个礼盒是一个类似像手提箱的铁制的礼盒 然后里面都是他们中秋节的一些饼干什么的 这些东西我就没有收到 为什么因为我不是航空里程的部落客啊 所以像那个Recton我们的社长他有拿到 然后像那个一些旅游类的部落客他们有拿到哎 对啊 所以我就觉得好羡慕他们哦 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 银行或者是说厂商他们在 希望能够把他们的资讯宣传出去的时候 他们都会挑选那些特别有影响力的人来做这个宣传 所以也是感谢大户他看中我们吧 所以我们这边有频道跟大家分享这些资讯 那也是我们能够为大家做到 可能其他地方就没有 那现在来介绍的是本团专属的 就是他这次有一个乐陶陶的礼盒 这个礼盒是你必须要在9月份从我的连结开户 并且就是申请这个房贷的部分 才符合这个资格 那你就可以有机会拿到这个 我们这一次本团就是送两个这个 然后还有五个这个 总共有七个我们来做这个抽奖的部分 也就是说你如果是要申请房贷的话 前七名就一定可以拿到这些加码的赠品 那原本的一定有 除此之外呢就是这个加码的部分 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特别的 因为他是有两个碗的部分哦 那稍早其实我在短影片里面有跟大家分享过 他其实就是两个碗 一个就是封 然后另外一个是大户 这样子 我这边再给大家看一下哦 那其实这个大户的碗其实也就是你自己 申请房贷客户的时候就一定会有的 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这个比较特别的碗 但是代表就是永丰银行嘛 然后就是丰收丰年的意思 所以总共会有两个碗的部分 那一样也有一个这个他们自己的这个使用手册送给你 那他这样子的包装其实就真的很像是一个年节礼盒 那为什么会这样做的原因当然也是 这个不言而喻嘛 其实很简单就是说他们 把大家当成是做上嘉宾跟贵客 所以说他会把他们的商品包装成真的是文创商品 真的是非常的文创哦 那也是非常的棒啊 因为我觉得很少看到有银行愿意花这么多钱 跟时间来经营这一块 那这一块其实我个人觉得他其实是蛮打中我们年轻族群想要的东西 也许我的影响力没有到那么大 到可以把这么多商品通通都把它要下来送给你们 但是我会尽我所能的去跟银行争取能够给大家的 我们不是单单纯的晒一晒涂就没事拍拍屁股就走了 就是我爽我好就好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一次呢刚刚讲到就是说 你在九月份进行永丰大户开户并且申请房贷的朋友 你可以拿到这个跟这个就是这两个商品 那如果是旧户的朋友怎么办 就是说你在九月之前就已经申请永丰大户数位账户的朋友 那么你可以拿到什么好康呢 如果你要在现在这个时间点然后来申请这个房贷的话呢 我们这边会提供五组的大户爱马仕的这个所谓的相分组来送给大家 五个人以内就户申请这个所谓的房贷你就一定会拿得到 那如果超过五个人的部分就有永丰的系统进行筛选 那他这个活动的时间其实他的走期有让我做一个选择 就是你要走到10月底呢还是走到11月 我个人觉得这个大户的房贷不太可能马上就额买 而且不见得每个人都有这个贷款的需求嘛 所以我们活动可以走长一点可以走到11月30号 跟我们接下来要办的这个跟大家比较有相关的大户的货客方案 其实是差不多的时间结束点 所以这边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我们大户的真正的这个数位账户的这个货客方案 也就是说邀请大家来开户的这个方案 会在9月底到10月初开始走 那这个活动应该会走到11月底 一共是走两个月 好那我们的大户的这个房贷的方案也是一样走到11月底好不好 那也是我们下半年最后的一档活动了 12月确定不会有活动了 因为照永丰银行他们这样子这个执行上的效率来讲 不太可能12月初又有新的活动 这个都要等到明年了好不好 好所以我们就是这个活动就是只走两个月 就是从10月走到11月 那你如果真的要上车 然后你刚好连针也清空了 之前没有办下来的 现在要办的赶快上车 因为只有这个时间点就是可以申请了 那在之后的话呢 就没有额外的本团活动了 本团活动都是要一记一记 或者是一档一档去谈才有可能会有的 这是我们跟其他人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们会利用我们的影响力 尽我们所能的去跟大户争取方案来送大家 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子 那接下来的话呢 要跟大家聊聊说我们这边怎么有六个 我们的这个提带 这六个提带要怎么送呢 我相信大家应该这段时间应该都有很清楚 我跟C教大家有新成立一个Podcast的节目 叫做理财链消费 那现在已经走到第二集 第二集的内容呢 很简单 就是跟大家聊聊说 如果你有1.5亿元 你应该要怎么理财 那中间也跟大家聊很多 就是财富管理相关的一些资讯 所以我觉得大家有机会就是可以来 就是Apple Podcast上面 或者是你在那个KKBOX 或者是Spotify上面搜寻理财链消费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 那现在已经进行到第二集的部分 所以大家也可以就是一起来听一下 然后也非常欢迎你来 就是Apple Podcast下面来进行留言 那留言的部分的话呢 你看这边你就知道 往回 这边有没有 五星评分再加上留言 这下面的留言的部分 其实我们都会看 那我们会每一次的录影 的前夕会优选一个人 写的最好的 我们会统一送他这一份 这个所谓的限量提带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入手 这个限量提带 你就只剩下四个机会了 因为我们第一周的节目已经结束了 第一集的节目结束 然后第二集录的时候 已经抽出第一集的得住了 所以我们还会再送四个 也请你一定要特别注意 就是要来听我们的节目 而且很认真的留言跟五星评价 你才有可能会取得 我们会从写的最好的 最有心得 对我们来说最有启发的 的人里面去挑选一个人 每周挑选一个人 然后来分别送他们这个奖品 那这些奖品 其实我就会同意交给我们CW大大 请他来发奖给大家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 就是说要来参加活动 然后呢要来听听看 每一集最新的节目 到底谁得奖了 那你就可以来写信 跟CW大大要奖品了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活动规则非常简单 就是市面上没有人可以拿到的 这个限量提带 就只有本团有 那本团呢 这一次一共跟大户要了五个 现在已经送出一个了 所以还剩下四个 那这四个呢 会在接下来的 两个五周的时间里面 就是第三集 第四集 第五集 第六集 上架之后 我们就会公布得主 那你就邀请大家来跟我们领奖 这样子 所以这个又是关乎到就是写作比赛 然后因为我们的这个活动 都是要求大家一定要就是发挥你的这个写作能力 如果你真的看看而已 就过了走马看话 没有办法来参加活动 那就很可惜了 因为我们这种Podcast有没有听的 的确是要求大家来做留言互动 所以也请大家多多包涵 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今天呢 就是跟大家简单的分享 就是乐陶陶的单人碗跟双人碗的这个赠品 开箱给你看 那再来的话 就是我们的这个广富号的提带 一样也是开箱给大家看 那我们这边留下来的这些赠品 全部都是要送给粉丝的 这都是我们跟大户极力争取的 那这个广富号的这个带子 其实在外面大概也都是六七百块起跳 所以你也可以去思考说 为什么这个东西两三百 这六七百 一千多块的商品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拿到 因为他们要针对有贡献的客户 然后来赠奖 所以什么叫做有贡献的客户 有贡献的客户就是你跟他们申请信贷 跟他们申请房贷 他们就可以赚钱 这是最简单 那刚刚昨天有稍早有提到说 1.4%的这个房贷利率 他们到底可以赚多少 你想想看 如果你是850万 1.4%一年降下来是多少 来我们来算一下 850 850 然后乘以 1.4% 他一年可以从你身上收走 年利率嘛 11万 那如果你是40 40年下来的话 可能也是三四百万跑不掉 因为那每年你存的 你那个还的钱的越少 那你他算出来的利息应该越低 所以你想想看 永丰银行 他可以跟你这个客户收到两三百万的钱 但是他只花了少少的1000块钱 就用赠品就可以吸引到你这个客户 你不觉得这个投报率非常的高吗 所以我觉得 聪明的银行就是要用这一招 就是善用他的行销资源 并且找这个特定的KOL来这个合作宣传 那也许他就可以找到真正的金矿 对他们来说是金矿 但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可能不一定 所以我觉得大家在选择房贷的时候 你还是要回归理性去思考 这些产品真的很棒 真的很美很想要 但是你有必要为了这个1.3或1.4 一点点的利率 然后就选择大户吗 其实不一定 好 说真的这些东西 我只是因为他们这个产品 送给宝可梦 然后让我来有机会做曝光 然后来给大家 所以就是我可以讲实话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收他们的钱 所以呢 也是很明确跟大家讲 这些产品真的很好 但是真的适合你吗 请你要想清楚 如果你已经做过计算 而且多方比较过之后 觉得这个大户的新的 这个什么房贷对你来说很棒 而且是你真的想要的 那你就可以申请了 因为我也没有业绩压力 我们就是单纯的 就是协助大户 那如果你真的觉得不错 也欢迎你在下面的资讯栏 进行这个所谓的 申请信贷的动作 那这一户多少钱 我可没有 这基本上就是 协助他们去计算这个业绩而已 那今天的分享 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也希望你会喜欢我们今天的分享 如果你觉得不错的话 也欢迎你订阅 我们有最新的理财资讯 跟市场快去 都会地码 就是拍摄影片跟你分享 那也别忘了 就是公开的按赞留言 分享给你身边的亲友 如果他们有信 这个信贷 或者是房贷的需求 都可以看一下这支影片 也许大户就是他们 所需要的产品也不一定 好 所以呢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好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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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